打敗 Raul Rodriguez 现在大家看的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拉夫皮亚斯 维亚拉的酒店带来的男子中量级的比赛 是胡亚飞 是劳尔卢的比赛 我们场裁判格劳托克瑞斯 告诫这个胡亚飞不要用手机 因为这是一场只有国际规则的比赛 就加强这种低扫腿的进攻方式 劳尔卢蒂格斯他扛不住的 因为我们通过第一回的教练就知道 劳尔卢蒂格斯的拳马要好于这个肩膀 在对这种情况下 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胡亚飞有意识地加强这个低扫腿的进攻方式 但他没有坚持 你像他那种高高的腿 因为劳尔卢蒂格斯肯定那种拳击 他对你这高高的腿的上头动他能够躲闪 就没有立场的打击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 要加强低扫的话 他就移动的范围就小 很慢 不要动 你先出 敌搜 劝敌搜 你看这个连贯动作 这个联系动作 对劳尔卢蒂格斯抓的机会非常好 这是打了一个小的高手 因为劳尔卢蒂格斯主要是靠个拳法的这种 组织进攻 你看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 胡亚哥由于没有接那个 走自己的战役式路线 现在被劳尔卢蒂格斯现在 困住中的几面 你看 劳尔卢蒂格斯主要好前 他在扫子的单位一半 前手 包扫子 披扫子 只有反击坏 在这种情况下 胡亚菲尔卢蒂格斯 现在是通过这种 但是后拳没有跟上 这个打得很乱这个战术 胡亚菲 前摆 这是没有杀伤力的 一共前摆 你看这个劳尔卢蒂格斯的枪手权 你看 用点击 是吧 尽有力在杀伤力 你看 这卢蒂格斯的后几拳 是吧 他一看看这练的拳击 打得很均勁 这种几拳是 出拳的有效的命中率上 这是一个高扫嘴 这种连续 两个直拳 是吧 他这种组合的连贯性 比较比较好 东方第二回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里面 明显的是 南方选手 劳尔卢蒂格斯 一个第二阶段的胜利 第二阶段的胜利 Mizah 成为了一阶段的胜利 刺激 这三阶段的胜利 还换 劳尔卢蒂格斯 滨比较好 从这个双方的第一队第二队,包括第三队的开局,实力并不是说,尤其是第一队和开局打得还非常好,而且在第二第三队的开局里面,他都用地扫之后实力是给他后面的准备进攻,是创造了进队战,他没有再主动去进攻,去延续他的战术去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罗伯里克斯利用两个前置前。 双方角,像这种双方角是没有任何的杀伤你的,但实力还要浪费体力。这个后拳打得很好,若思云摆成打哭了。 其实,这个会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第一托之后,你看,没有后续的动作。 现在老尔罗多里根斯 现在体能在下 那这种情况下 世界也给胡亚飞一些机会 要敢于主动激攻 逼上去打 因为现在是 老尔罗多里根斯 在第二阵肯定是领先了 那么在第三回合 胡亚飞只有想翻盘的情况下 就是要主动激攻 因为现在老尔罗多里根斯 很喜欢你给我让残暴 不给你这种出现的空间 冲点花费 要拖出动作 要翻盘就要直到这种动作 对方的正增 控制你不让冲进来 今天老尔罗多里根斯 实际上他的机器状态一般 并不是我们所想那么好 尤其现在第三回合 现在体能下降非常地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 胡亚飞要主动出动作呀 倒计开场最后的十秒 胡亚飞没机会了 这时候我们在第三回合 这个精彩动作慢放 前摆 这个胡亚飞的后置身 这个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这自己一个前半拳打空了 自己重心失去 滑落在地 你看就这个后置前打得非常好 这是一场的 这个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但这个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后三回合的行动 判官官一判决判 30-27 判官官二判决判 29-28 判官官三判决判 29-28 判官官三判决判 全是为了贏的 判决判 在网红的角色 在左边的红线 Raul Radriques 本场比赛 罗尔摩的里面资胜